在山区迷路该怎么办 别着急 只要有台电图号坐标定位系统 将附近电感的图号坐标 提供给锦销人员 就能够快速定位 协助搜救之余 也提高台电外勤人员 快速寻找现场设备的能力 除了图号坐标系统 台电也大力推动 溃线调度辅助查询系统 供调度人员及停电抢修人员 操作使用 那个系统目前对我来讲差很多 能够告诉你说 目前的那个溃线 它是有哪个溃线供电 它常开点有几个地方 它溃电电流多大 电流方向怎么走 还有让我们调度人员 可以减轻很多压力 可以很快的就能够 把那个该转的地方 下达指令给现场工作人员 或者说我们遥控操作 这个时间点可以拿来很多 溃线调度辅助查询系 系统首创将台电配电图资 1911克服中心受理案件资讯 以及Google地图进行结合 与系统尚未监制前 调度员依靠的配电系统单线图相比 操作友善度更高 及时性也更高 帮助调度人员及现场人员 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调度作业与修复工作 我们在每年的夏季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离风的时段 都会沿逆我们下个年度的所谓的这个转工方案 那这个转工方案的话 那苦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 很及时的拿到这样一个负载的资料 可是经由灌滑的这一套系统的话 那至少它已经可以截取到前一天 24小时的这样一个负载分布的资料 对我们这样子配电规划 沿逆转工方案的时候的话 那这个效率的提升是会非常的快 溃线调度辅助查询系统的开发 不仅对调度人员来说是一大福音 在配电规划的领域也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配电处已经逐渐将这套系统推广到全台各区处 希望在电网规划 调度及运转各个层面上都将有更好的应用 以维持高水准的供电稳定性 邻居界陈婷于台北桃园报道